大家好 我是北海拳船长 今天要给大家介绍布 古早位哥吉拉的电影 1962年的金刚对哥吉拉 故事是这样的 当全国都在报道哥吉拉 制药公司宣传部的电视台 为拯救低的可怜的收视率 从南太平洋小岛将大金刚运回来拍广告 结果竟意外引发金刚跟哥吉拉对战 那最后究竟是谁会赢勒 制药公司宣传部部长 为拯救旗下收视率低迷的电视台 他根据公司的博士消息得知 南太平洋某小岛里巨大的魔神即将苏醒 于是部长夏令派英景跟古江准备前往采访 另一边北极冰块异常融化导致水位升高 联合国派出潜艇 载着科学家们前往调查原因 哪知他们发现座冰山发出类似原子炉的光 然后不知道他们潜艇怎么开的 居然撞上冰山害的全员 拜拜 谢谢微顾 这一撞导致冰山崩裂 哥吉拉也随着 附近军事基地更赶紧朝它猛烈攻击 哼 你们太天真了 人家吐一吐就把基地给毁了 隔天还登上各媒体头条版面 与此同时英景跟古江也登上了小岛 原本差点要照土著的大头目灭孔 英景临机一动用收音机收买对方而化解危机 还让他们安全带在小岛上 谁知那么有效率 晚上就给他们遇到大章鱼来攻击村庄 不仅破坏民宅还造成土著伤亡 他这样在别人地盘撒野 引起巨大魔神也就是金刚的不爽 立刻现身给对方颜色瞧瞧 没想到双方缠绵一块你浓我浓 可最后金刚净留后路给大章鱼 只是将他赶走正式欧弥陀佛大发慈悲 阿伴晚事后的金刚只差没点烟 而是拿起一旁红色果汁解渴 无需冷藏也没防腐忌 除了有助眠功效之外 味道还很好喝 再搭配土著的打击月金刚很快就袭地而睡 尽管土著们这么草味感念金刚歌颂者 他仍旧睡得香甜 乘着机会鹰井跟古江要把金刚拖回去借此大唠一笔 听闻此消息的部长兴奋感来目睹金刚本尊 并打算把他拿来为自家商品拍广告 另一边哥吉拉的登陆 逐渐逼近城市破坏了铁路系统 索性大部分乘客已被撤离 才没酿成更严重的悲剧 为维护世界和平 军方如火如荼在附近设置大坑洞爆炸陷阱 以及百万福特高压电药打倒哥吉拉 回到金刚这边 谁知在快回国时金刚竟提早苏醒 大家只好忍痛引爆载着金刚的主法 哎 结果他好法无伤还给他跑了 跑到人类居住地大搞破坏 反正不是自己家 其实是金刚的动物本能 感应到哥吉拉的存在 世上岂能有其他生物比自己强勒 不过看到哥吉拉让直升机崩咖 令金刚相当傻眼 所以他赶紧振作向对方丢大石头 哥吉拉则回净他放射热线 导致产生的火焰烧了金刚一肚子毛 结果只好抓抓头黯然退场 吼 这可乐的哥吉拉觉得自己斯巴拉戏 而结束这回合 那么继续爛爛蛇的哥吉拉 终于走到军方射的陷阱 即便引爆了炸弹仍对他没造成伤害 还是可以拍拍屁股站起来 但特别的是眼前百万伏特高压电 可是让哥吉拉痛的 害他只好沿着周围移动 另方面也在拉拉蛇的金刚 却是无畏百万伏特高压电流 甚至能将电线当牙线来使用 进而从中吸取电能 那这下金刚对哥吉拉就有的看了 随着金刚来到市中心 不知在气什么的咒爆建筑物 还拿起一截火车车厢抢乳两家妇女 或许听到女生尖叫会兴奋 金刚握着人家像宝贝般想珍藏 而这女生不是谁正是阴景参昧 阴景想起在小岛的经验 他们请军方发射红果汁炮弹 让金刚吸入 很快就让他顺眼惺忪 趁此刻阴景在学土著打鼓 结果真的奏效给金刚深深沉睡过去 成功让阴景参昧获救 既然军方已知金刚不怕高压点 而哥吉拉则是吓得皮皮串 那么就让两只巨兽再PK一次 顶多他们同归于尽啰 于是趁金刚够来睡 军方将其运送到哥吉拉所在位置 粗暴地把他放下 顺利揣飞哥吉拉 给人家从山坡上重重地滚落 金刚则是怕得找地方躲藏 等到哥吉拉来时 后 原来是学人家在那边偷袭 而双方的战斗也就此一触即发 打到两只巨兽滚啊滚 差点以为是小学生干架 前面金刚横两光 自己丢石头还自己跌倒 结果撞山晕倒遭哥吉拉嘲笑 然后醒来更搞笑 被公仔对手飞踢而跌落三脚又晕过去 这时船长就问哪这么巧刚好变天 哪这么巧刚好金刚招雷批 给他能量重新跟哥吉拉决斗 诶诶 这画面不是在基稳吧 下属船长捏 另外这场戏是在破坏古迹不是在对战呗 故事就在两只巨兽紧紧相拥 跌入海中不分胜负 哥吉拉滚回他海底的家 金刚则滚回他南方小岛 结束了 船长认为看完1962年的金刚队哥吉拉 再去看今天上映的哥吉拉大战金刚 一定不会让人失望 肯定觉得 水巴拉戏 如果喜欢船长的影片别忘了按赞订阅 YouTube的传言记得加个铃铛 脸书的传言记得将追踪设定设为 最好爱就不会开吹软 让我们下次见 一会订阅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明镜